3600來賣個commissions 你看到英文的service就代表是remium的意思 只是說這個remium看有沒有收到現金 那現在呢他說賣一個房子的commissions 可是有沒有收到現金 有 所以現金增加減少 現金增加3600 那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服務來賣一個房子 所以通常這個說服的前面會有個名稱 然後這個房子來敘述是什麼樣的收入 所以比如在醫院裡面 他會有不同的科目收入嘛 所以是屬於哪一科的收入 或是藥局的收入 或是那個 行車的收入等等 他會不會把它分開了 所以打個叉它是不同的收入名稱 好第三 第三個呢 他用日期 10號的時候 看到PED400的transportation expense 好 那他是 好 後面後面很多收對不對 好 那Gearby用他個人的車子 可是呢 是用在什麼 用在公司上 所以他把他當成是企業的支出 好 好那簡單一點就是那是 400塊的金屬費用 費用的產生 記者跟Yearman 下面有 Execans 那他用什麼布料來 用PED是用現金布料 好14號他賣了另外房子 那這commission14 3200塊 可是他 要到11月之前 好 他才會收到現金 11月 好 所以 這是14號 所以呢 收到現金就先別 收到現金是什麼 AR AR 好那這邊是 commission 10分元 所以是 3200塊是不是 3200 好18號 那PED900 的廣告費用 所以看到PED是現金 減少 然後 廣告費用 是費用產生的 所以費用產生要去左邊 現金變少 要去右邊 好這有沒有問題 好 23號 我買個分體球 分體球 是假期 假期可以用的 比較久 所以我們就把它設備掉 是6500塊 好 6500塊 裡面他投機管付的 2000塊 那生餘額 過4500塊 那下個月才會付 好 所以 在23號 這個就是設備 6500 然後 然後 他付的 現金 2000塊 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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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塊 1 1 85 11 100 12 13 m 你們都OK嗎? 24號 付了電費的帳單350塊 這電費帳單 電費是有機會 應該是叫DOTED EXPENSE 讓他付現金 退了600塊 這個27號 退了600塊的分離球給供應商 那這個從我們過去的欠款裡面擴掉 所以呢 27號是 退後碼 那我們欠他錢就變少了 所以AP AP就減少600 我們的設備也少多少 少600 好 29號 PAYD 1700塊的Service Expand 29號 Service Expand 會用9500塊掌聲的 PAYD是用限定用戶 好 30號 他用POSE500塊的限定提支 提支500塊 所以30號 是提支 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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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 好 記錄 大概就這樣記錄 好 如果這樣記錄 那個 其實我們這東西要把它過到分裂帳 再過到 再變成是四算表 再變成損利表 可能至少不再量 好 那這樣頗毛環 不過我們中間的程序就稍微變好去做 那你這邊你要有的概念 就是 我們概念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在這裡會有四個吧 好 這邊有TAPITO TAPITO底下有投資 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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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有現金 好 然後 會有音縮 會有設備 這邊有AP OK 那我們大概就加加點點囉 所以我們第一個發表 我們先看賺錢貼錢啊 所以收入它已經會在右邊嘛 所以我們收入是六號 有一個收入對不對 在第二笔 直接六號 那再來收入十四號 有三千二 好 收入就這兩笔嘛 就六千八 支出一定在左邊嘛 所以自從就 這邊就十號有了 這個四號 它有四百 對不對 十八號 九百 有九百 二十四號有三百五 二十九號有九百 有四筆嘛 好 所以支出 第一筆是四百 第二筆是九百 第三筆是三百五 第四筆是九百 所以他減到自己得到盡益嘛 所以第一個發表就可以出來 我們直接把它拍了 跳掉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是六千八 減掉二五五 所以這是六千八 我是第四筆應該是一千七 支出 就是支出應該是一千七 操作了嗎 一千七 四六五 十一二十九號 十一二十九號那個薪水 好 十一千七 數字操作了 好 照顧營就換了這種抽屋 這樣 照顧講那個抽屋喔 它不可以把它塗掉的 它是要就是很實施 要脹再衝回來 那整個就不會弄錯 它如果完全錯誤 可是不曉得它是怎麼弄的 好 一千三三千 所以這三三五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把它變成 屬意表的形式嘛 縮度 就兩比六千八 支出有四比三十 所以我們賺了多少 三 三四五零 賺了四 因為平常是三四五零 對不對 所以這個結果 是賺了三 倫丁卡 好 那再來 比較複雜的可能是現金啦 那現金我們第一筆是多少 兩萬五 那第二是加三千六 第三個是減四百 三十八 在十八號是減多少 減九百 那第三號是減兩千 這樣做也可以 這樣嗎 那我這樣做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那你說 增加了 那我就把他擠左邊吧 25 三千六 第三筆 四百 再來是九百 那二三號是兩千 二四號是三百五 那二九號是一千七五 那三千五千 五千五 五千五 五八五 所以我們會把這兩個會相料 因為他就代表增加 他就代表減少 所以我們要減掉結果 這個就是變成 22750 那這個我們通常會給一個名字 叫Normal Balance 叫正常的余額 正常的余額 正常余額是指什麼 就是 左右兩邊削削結果 只要資產下 他一定會在左手邊 他不會跑到右邊 跑到右邊 就代表 你這個已經算錯了 比如說我把這個會相料 已經放到這邊來 那就已經錯了 只要資產他最後結尾 已經在左邊 他不可能跑到右邊 所以 負債最後結尾 一定在右邊 不可能跑到左邊 叫Normal Balance 叫正常的余額 正常的余額 是告訴你什麼事情 知道 資產下 那正常的余額 一定在左邊 就是我剛剛講的自然數 他一定要淡一點點 所以跑到右邊 就變成小余額 左邊不是增加嗎 右邊不是減少嗎 右邊是負的嘛 所以最後的余額 如果在右邊 就表示負的 就不可能 那就一定錯了 所以你就一個一個把關 其實先進做完以後 就很快了 他照沒幾個 所以我們是2275 這個我們要插掉 好 那你說呢 你說這幾個 你說OK 這個3200 然後 我們運輸都沒收到現金 我們就一個3000 別人借我3200 那他都沒有還錢嗎 還沒 還沒 還沒還錢嗎 那就一個吧 聽說就3200 其實分線帳 你就是可以把它寄到左手邊 那如果設備呢 設備 在N3號買了6500 對不對 可是我記得是要幾號 退了600塊 而且要退了600塊 所以設備 是5900 所以你就3個把它加起來 就總之上了 好 那總之上的擺法 我們可以這樣擺 我剛剛現金是多少 22750 22750 所以這邊是總資產 所以這邊是9100 9100 所以這邊是3185 對不對 我計算很快 可是保值長得抽 好 這兩個是9100 9100 3185 OK 那AP呢 AP AP 2號 6號 10號 都沒有 4500 OK 23號有一個4500 對不對 AP 23號有一個4500 然後27號呢 減掉600 減掉600 OK AP就兩個嘛 所以我們不知道AP 就有多少 39 好 我們的AP 39 好 那剩下就是業主情義囉 這是負債 業主情義的 這是負債 業主情義的capital 好 我們的投資 是2萬5 提支 這一個是500 所以我們是投資 減提支 交出 減支出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投資 所以 2萬5 5-500 是24500 那收入 那收入 是6800 自出 3350 所以是 盡力是3450 3450 好 所以是27950 對不對 2萬5 這3450 解去500 是不是2950 那只會50 加上2萬5 所以是不是27950 好 所以這兩個交起來 是不是 OK 那就31850 好 就代表平衡 所以它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王國瑜指教 那考試的時候 不會很多說 叫你們做這麼多東西 考試是好觀念 測試觀念 比如說 比如說 這裡 這導致資產的增加 比如說這裡 對資產來講 資產減少 或沒有影響 所以你付了什麼 付現金出去的 所以對資產呢 就減少 大家知道 或對業主權益的影響呢 對業主權益 對業主權益 也會減少 好 因為expansion 真的嗎 好 很好 那這另外一題 你們想做就做 不想做不勉強 不過做完以後可以跟我對 好 好 那 呃 有關鍵齁 就 時間切個概念 這個 會比較討厭一點 如果按照你自己學生 再選第一個概念 它是 就是 左邊 右邊 搞不清楚 好 那搞不清楚之後呢 我介紹大家 教他們說 什麼東西叫做調整 調整的意思是 例如我們上次講 屬意表 它是一段時間 很兩次 所以比如說 1月34號的屬意表 它的涵蓋範圍 是從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從1月1號到1月34號 好 2月份的屬意表 它涵蓋範圍 只能從2月1號開始算 到2月28號 它涵蓋範圍 就是一個月 那如果年度報表呢 如果說 2014年12月31號的年度報表 所以那涵蓋範圍呢 是從2014還2014的1月1號到12月31號 所以你要看它是什麼報的 它通常是月報的 季報的 年度報的 可是 就是這 在這income時代表裡面 它是一段時間 所以1月31號 一定是高水準 1月1號到1月31號 所以之前它不管 之後它還不能管 這樣可以嗎 好 那現在就有個問題啊 那如果說一次跨出去呢 你看嘛 1月1號一次付3個月網租 12萬 而付3個月網租 所以一個月網租是變多少錢 4萬 全市出來應該是10萬塊才對 每個月少4萬 可是問題 你現金付了12萬出去啊 所以你現在讓它產生4萬 可是現金少10萬 這樣就不平衡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切割的問題 就是純意表明 所以這是一個不概念而已 我們來看看應該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用地址處理比較快 譬如 譬如說 配900塊 是未來3月的房子 那 它很好 這是人為創造的法人 我說現金少900 可是這邊你不可以把當成是 房租費用 如果說我一個月900塊 一個月900塊 這邊是用現金付 這邊就可以做什麼 用房租費用 那沒問題 可是現在 你這個付的時間已經是13個月 那假設我們做業報表 所以我1月31號是不是要先做個實力表 2月28號要做一次 3月31號要做 每個月 那每個月我們就300塊的房租而已啊 或者是現金付9萬 那怎麼辦 好我們就先用這個科目叫Prepate 叫義戶房租 這是一個資產 我們新的創造出來的東西 然後到1月31號的時候 我們就左邊用Express 右邊用Prepate Who 它是資產 所以這資產交換 所以這資產交換 那費用產生的用什麼 用Prepate Who 這樣就可以OK了 好 所以在1月31號它的費用會是300塊 因為1月就做這個調整 好 好那記得 這是資產 資產 資產1月1號有900 1月31號增加減少 資產在右邊表示什麼 減少的 所以你看它 1月1號有Prepare 有900 到1月31號剩600 是因為你在1月底做了證明一個日記帳 那這個要調整日記帳 一般的日記帳 像我們前面所謂的日記帳 所有的帳都是有庇有序的 它一定要有發票 一定要有傳票 一定要有證明記錄 你不可以隨便自己計個帳 所以我會計他說 昨天院長請客一方塊 那今天院長請客有沒有院長簽字 他單畢上有的 若沒有院長簽字 你又不能講是院長請客啊 你搞不好是你自己吃票的 那發票是什麼發票 你不要說買了 移動的時候能計一萬塊 你把它變成是請客吃飯 請客吃飯一定是飯店的發票 所以它一定按照發票來補帳 這樣這個帳才是它的公準性 可是像這個 我拿到現金 我一定是開張發票的 我付了900塊現金 所以我已經拿到一張發票 我收到900塊 所以我現金少900是沒問題 可是你房租會用不只900啊 你就只有300 所以這個先用這個代替 用Prepate 完了之後呢 我們才起初房租會用300 然後用這個付 那這一筆就沒有發票產生了 因為發票900塊已經一次被你用掉 他們就會有發票 所以他們就自華性產生科目 那像這種科目裡面 像你們應該也會 比如 你們聯誤是那時候結束 7月31日 你是12月 你不是公家機關嗎 對 也都12月 你都12月 那我們是7月31日 我們是跟著教育部長 那8月1號是開始 所以比如說我在推廣部裡面 那我們開個班 我現在開個英文班好了 那英文班可能會 所以這要上8個星期 結果這8個星期都在7月份 4個星期 8月份4個星期 所以我的收入就要把它拆成兩邊 前半段是屬於今年的 後半段屬於取幣面的 然後這要拆帳 這概念也是差不多 他要把它放在正確的時間點裡面 而這正確時間點 最主要是收入跟支付的正確時間點 因為我們要停估 第一年賺多少錢 第二年賺多少錢 好 所以他這個1月1號 1月31號 做一次2月25日 做一次3月30日 也做一次 所以這丟 Pay有900 1月底的時候用了300 所以會剩600 對不對 那他賬 這個會跑到屬 屬意表來 好 這個會讓市場貨打表 會每個月少了300 所以 如果我出這麼一個題目 2月28號的時候 請想 屬意表會有多少費用 那2月28號 屬意表會有 市場貨打表 會剩下多少 Pay 你有沒有概念 他每個月會產生 多少的費用 300 所以300 到這裡來就結束了 他就不管他了 因為他只涵蓋 1月31號 是幾月幾號 到幾月幾號 1月1號 到1月31號 好 那這在1月1號的時候 它有900 那這300 是 這個 這個 既左邊表是增加 正極右邊表的減少 所以900-300 變600 這1月31 好 2月18號再來一次喔 2月18號這邊還是300 為什麼 因為2月18號 記得是幾月幾號 對 21號到2月18號 那可是這600會變多少 又少300會變300 好 所以市場物表它是Continue 它會一直連續下去 好 所以第一個大概就是預戶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預戶的東西 它就是在做調整科目 那調整科目就是 它物現金的涵蓋期限超過一個月以上 那它可能切割了 好 那我們可以先付現金給別人 所以相對 假設別人先付現金給我呢 一體兩個人要預收嘛 我現在拿到現金 可是我還沒提供服 好 所以這個 比如說我們收到900塊 可是上個月的房租 我現在收到900塊了 所以我現金進來了 我收錄已經開給他的 就900塊收錄 可是我房租的收錄 都是寫900塊 因為我一個月 差不多300塊嘛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用 on 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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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叫預收房租 預收房租收錄 預先收到 這是一個負債 剛剛的prepaid是資產 跟運收一樣是一個資產 那這on earn 預收是一個負債 好 那像我們的概念裡面 我們在1月31號 我們說 哦 那我們一個月房子給人家住一個月 有300塊 提供我300塊的服務 可是我說到什麼 我說不到什麼 因為我現金一次已經收三個月了 我得到一個負債對不對 我收到三個月的現金 可是我欠你三個月的居住的權利 這是欠別人 所以一個月我提供一個月付 我一定幫你一個月的提供權利的 這是負債 那在2月28 3月31 所以一樣的道理 假設在存譯表裡面 你每個月都有300塊的收入 可是預收呢 會從一開始只有900 一個月結束之後變600 在下個月結束以後 就少掉300 變300 就會一個月變0 這東西叫預縮 預負 預負是資產 預縮是負債 好 你們不要緊 你就曉得 它大概有這種東西 那反正你看不懂 你就問會計 這是什麼東西 它叫做預縮預負 這就是條件項目 那這個我會很快講 那只是讓你曉得 那曉得 我都不曉得 有負債很大的差別 人家告訴你 聽不懂 至少你會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沒有講過 只是我不行 我忘記了 跟你認證的地方 是完全不一樣 更何況 這個東西 它只要稍微跟你解釋一下 大家就問題不大 它就只有四個列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我還沒提供服務 我先收到現金 可是現金不是收到這個月的現金 那我只收到這個月的現金就很簡單 左邊現金跟右邊收入就結束了 而我是要現金超過一個月以上 可能兩個月可能三個月 所以左邊用現金 右邊是什麼 預縮 預縮收入 如果預縮房子 預縮房子 預縮房子收入 叫安安安安 都預縮保險 叫安安安什麼東西 欸對不起 所以我們剛剛談的東西 一個是我先付 我先付超過一個月以上的現金點別 我們以房租來看 比較簡單 那在我房子書裡面 另外一個是我收到一個月以上的房租 然後這要跟我們預縮或預覆的概念 那現在是 就剛好相對的是 我簽個合約一次是簽三個合約 可是呢 我沒有付你現金 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做完以後才付現金 就一個是先收現金或先付現金 現在改成什麼 時間到了 我事情做超過一個月以上 可是時間到了以後 我才收現金 才付現金 而且它有肅心的極端 所以這個概念上 它是變成智障 我基本上要先收到現金 等換三個月 那這個東西就是 長安倫利用 預縮 可是如果說 我是先收到現金嘛 可是如果說我先付的現金呢 叫Prepare 叫Prepare 預付房租 因為預縮一個 一個預付 預縮是我現金增加的 我欠人家給基礎的權利 所以至少要增加 不再增加 那預付是我現金減少的 我得到預計數權利 這資產減少 這資產增加 這資產增加 好 可是在這個地方 事情從這地方開始做了 我知道這將產能到現金 所以表示 我幫別人提供服務 這邊都沒有收到現金 那這邊一直來收到現金 就在這個東西 那另外一種是 這邊別人幫我做事 可是我這中間過程都沒有付現金 我到三個月到我才付現金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來 然後這個是 這個就屬於三個月到我才付現金的概念 一二號 所以一二號 我是簽一個合約 一千五百塊 簽合約 可是我沒有實際提供服務 他沒有幫我做任何事 我沒有現金的支出 所以一二號 我只是一個合約 可是我不必 沒有任何單據的產生 好 那一二號到一月三十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月 上個月一千五百塊 一個月是五百塊 好 然後 那一二號的費用產生的 可是我還沒有付現金 可是我還沒有付現金 還沒有付現金 還沒有付現金 有什麼 KP 二月份再來一次 五百塊的費用產生 我還是沒有付現金 到三月三十 我付多少現金 一千五 其中包含兩個 前面兩個月欠了什麼 五百加五百 總共欠一千 還掉了 那這個敘述是什麼 五百塊的費用 這五百塊的費用 去數幾夜幾號到幾夜幾號 一月一號到一月三十 這個費用去數的 二月一號到二月二十八 這個費用去數的 三月一號到三月三十一 好 可是AP 這AP是一月三十一號為主 欠人家五百 欠五百 二月份有多欠多少 五百 所以到二月一號總共欠多少 一千 一千 所以 典序的科目 現金 應說應募 都是 到現在為止 我總共多少的概念 他是一直在累積的 可是收入跟支出 就不是收入跟支出 他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在計算 他說 這是一月一號到一月三十一 就是五百的支出 看到二月二十八 一定心目中想 不可以是一月一號到二月二十八 一月報表 二月二十八 他只涵蓋什麼 二月一號到二月二十八 他大概就這樣切割的概念 所以 像這樣子 所以三月 所以你看 他費用每個月都是五百五百的費用 他欠的錢呢 一月底欠五百 到二月底欠一千塊 到三月底 我們AP還了一千塊 也就是欠一千五百塊 其中兩件次 一個是上兩個月各欠五百一千 另外是一個費用 五百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變成是我們經濟收入 變成我們幫別人做事 可是他現在不付現金 幾個月後才付現金 三個月後才付現金 那我們轉移一下 這是從一月十五千的合約 所以會計很好玩 會計你要清晰到什麼 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們一月十號 那一月十號開始做 做到三十幾號 他當成一天月的三分之二 那如果一月十五呢 他就當成半個月 當成年年分 他那是一個 大值的切割方法 因為你會計的數字 進去到幾分錢是沒意義的 出不進是沒意義的 所以意思就是一個月五百 半個月從四五號到三十幾號 有多少完成多少次 半個月 一個月五百 半個月就是二百五 原本收現金 免得用AR 好啊這邊 2月十八呢 敘述的是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一號到二十八 五百的收入一個月了 這個月都沒有收到現金 這樣可以嗎 三月三十一 又來一次 三月一號到三月三十一五百塊的收入 那這五百塊收入沒收到現金 因為他從一月五 先上個月回 所以四月五才完成 完成之後拿到現金的 拿到一千五的現金 其中 AR他以前欠文多少錢 兩百五五百 總共欠文一千兩百五 那從四月一號到四月五 有多少收入 兩百五的收入 他們虛數狀況是這樣 所以你看這個帳篇 心目中大概就有個底子這樣 這個 我這邊提供服務 可是他給我現金有兩百五 這邊有提供五百塊的現金 五百塊的服務還沒有給我現金 那你看這個就 我現在收到現金的 其中這個服務是從四月一號到四月五 實際上一千兩百五 是以前他欠文的 大致就可以了解 所以這個概念叫做調整 調整的目的就是客觀的績效可能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你不這麼做會很不客觀 比如說我們這樣 贏那一顆 對不對 然後 贏命議員好了 贏命議員 比如說贏命議員馬上要高升了 那高升之前他就把所有的東西 你錢金通通賣掉 比如說洗腎啊 然後外包出去 那你整人的費用先收給我 那你的病房什麼什麼等等 我先採用先收到現金的概念 那可是呢 後面的 後面做的事情 我已經先收到現金了 這時候他如果把塑造性 當成是速度的話 然後他就倒跑 簡單講是這樣 如果我在1月1號的時候 我收到3個月的現金對不對 總共是1500塊 1月1號 3個月的現金 那你這3個月先1500塊 通通灌在1月份的收入裡面 會導致2月1跟3月有沒有收入 對不對 那公不公平 這很不公平啊 所以這樣會造成很不公平的行為 所以我們按照時間的等分來切割 就比較不會造成不公平的行為 好 那有兩個 這兩個就比較簡單 就是耗材 比如說我買了1000塊的耗材 月底盤點的時候還剩400塊 所以你用到多少耗材 所以我們以前的expand 每個都黃租水費電費 現在有個叫耗材費用 這是我買了1000塊的耗材 他那的時候我只用400塊 所以我用到600塊的耗材 耗材把它減少 耗材是一個資產 我們就有現金 我們的銀索帳盤 比如說我們有銀紙 銀紙是用supply 是用耗材 那是我們的資產 我們用套粉夾 那是我們的資產 那叫supply 會消耗掉的東西 那所以銀紙叫設備 他們假的叫耗材 電話的銀紙叫耗材 兩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設備可以用很久 耗材呢 會消耗得比較快 序述的項目不太一樣 好 那 你也是想知道 那如果設備呢 我買了一個設備 比如說2萬4的設備 那我一步步上可以使用2年 那這個設備怎麼處理 所以我設備版 左邊設備 右邊用AP 好 那在設備 我們說2年嘛 那你有24個月 對不對 那我這個地方 24千塊 所以我們說折救 我們假設殘值是為0 要2年之後 這個機台沒有什麼照片價值 沒有什麼價值 我們就假設它殘值為0 好 那一個月就折 攤體1千塊的成本 這個叫做成本攤體的過程 折救是成本分攤的過程 我們就把它分攤1千塊出來 好 啊 對應的項目叫點擊折救 所以將來 這個東西 會用的東西 會跑到損益表 你會跑到損益表 這邊來 這邊有折救費用 可是這個點擊折救 會跑到資產物債表 所以你們將來看到報告 設備底下 已經有一個叫點擊折救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們記一下 這叫延時的購買成本 兩萬一是延時購買成本 這個數字永遠不會貼 只要這基塔在 這個數字不貼 好 那括號裡面 已經是叫叫 叫contra 叫 英文叫contra cut contra 是給你抵檢的意思 我想一下它中文名字 背底帳戶 準備拿來抵消 留背的背 準備的背 底是抵消的 背底帳戶 背底什麼 準備拿來讓它抵消的 叫背底帳戶 好 那這個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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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面 帳面 帳面價值 帳面價值有多少 記帳 記帳的帳 那鏈子裡面 表面裡面 帳面上 還有多少價值 好 那我解釋一下它為什麼要這麼處理 它跟耗材不一樣 耗材減少了 你就直接把耗材 這樣耗材減少 一千塊你就當上點就來 那 這就被施板 就結束了 可是順便不是這樣子喔 順便 兩萬四 這兩萬四是有很不動的喔 那你每個月 都記帳的記錄 這就跑到數以以表 這個跑到智障的路線表 所以每個月會一千塊一千塊的速度在點擊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看這個東西 你要幹 這是延遲的購買成本 如果它跟耗材一樣 這個變成兩萬三 變成兩萬二 變成兩萬一 後面你進來 他無法判斷 你這個設備的等級 那沒辦法判斷 有時候你買個 尤其越到後面 你這就越趨近一點嘛 那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台 比如B10車子 很棒的車 你開到後面就是不會趨近一點 那 你那就更認為你是開個爛車 或你用的設備是很爛的 可是你這也是常常把它保留住 那我們這個叫 N成本兩萬四 這是已分攤的成本 已分攤多少成本出來的 那目前照片價值剩下多少 是這個意思 可是這照片價值不等於是市場的價值 就是照片價值呢 比如X公斤 過一段時間搞不好 它的新產品出來 舊產品速度 當的速度就很快 那 有時候 像韋斯牌的車子 上面價值很低 而市價還蠻高的 韋斯牌現在又漲價了 Costco那時候 1,125cc 再賣9萬8 現在被賣多少 13萬多 那我就搞不清楚為什麼 賣那股市牌代理商 現在在我們博士班突出 那是我們EMBA的學生 如果你們有需要 告訴我 我再幫你們重點一下 不過125cc而已 你們要買 應該買300cc的 會比較快一點 每次想到五市牌 就想到什麼 澳大利俄本是不是 你們有那麼老嗎 有看過那部隊嗎 羅馬佳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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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男主角是可惡不來必可 還是 好 好像很練士 可是好像不是喔 好 就好 我們今天 騎個 男主角是個記者 女主角是個公主 這公主有跟 偷跑出來玩 沒帶錢 又喝了點酒 對了 那就不小心露現了 這個記者曉得她是公主 那公主以為記者不曉得 所以她每天就偷跑出來 她玩得很高興 花兩個招包 都玩出感情出來 嗯 來 因為那部電影說維斯牌 就看著瘋子世界 不過她是不是很奇怪 她不會敗 我家有一部維斯牌 125cc的 嗯 大概二十幾年了 嗯 所以那個殘職為零 可是四價 是有四價的 好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就再說好了 因為這是這個節目做不太好做 還是你們要看我做一次 就是可以聞到那個味道 對你們來講意義可能不是太大 需要我做一次給你們看嗎 要 要 要 你們怎麼會這樣子呢 意義不太大 為什麼她又不做 好 好 好 你們有講意嗎 這邊看不太清楚 因為業主都是三公塊的現金 好 所以在1月1號的時候 所以先拼進來 3萬塊 那我們Capital 對不對 好 1月2號 現在是1800 是未來三個月的綁租 所以在1月2號的時候 我們現金少了1800了 然後未來三個月的綁租 這邊就要用Prepare 就不能用Rent Expand Prepare Rent 所以這邊要Bend一下 13個月 不然待會也會不太好調整 好 在ES5號 第2月5號 簽個2千塊的合約 是兩個月工作 那顧客 剛貨任完成 顧客財務現金 雖然這個 1月1月5號 它是不計日記帳的 因為這是一個合約的關係 好 可是到月底 我們要敘述一件事 就 欸 我從這1月5號到1月31號 那 我幫顧客 提供多少服務 這個要把它描述出來 因為這是收入跟支出 我們就要客觀的績效分量 所謂的績效就是收入總是數碼 就是捏定額 捏定額 捏定額越高 就代表績效越好 捏定額越低 就代表績效越差 在財報上是這樣看的 好 那第二個 1月15呢 就簽個376的合約 幾個月 一個月 一個月工作 你看一個月 可是跨出去1月15 它是2月15才能完成喔 所以業主 通而為Pay 就知道我們會付現金給別人 所以第二個1月15 基本上它也不做任何紀錄 可是願意要做調整 好 那1月20 簽個合約 收到2400塊現金 幾個月工作 兩個月工作 所以在1月20的時候 我收到一個現金的 2400 所以我事情都還沒做 要安安 預收收入 好 然後幾個月 兩個月就沒有變數一下 好 再來1月25 哪個設備 2萬4 那它用On Account 用什麼買 要現金買嗎 這個是用什麼買 車帳對不對 On Account還沒付現金 所以目前先用AP買 好 所以它2年 好 所以到目前1月1號到1月25號 這叫一半日記帳 好 然後 再來 我們要做調整日記帳 好 還是要擅長 說到 好,這個1月1號,三個月有房租嘛 所以當你1月31號到了 就房租是不是有600塊房租產生的 所以你房租產生,你要去除是從1月1號到1月31號 有多少的房租費用 好,所以這邊是有600塊的房租費用 那你用什麼付? 因為你在1月1號,在這個 你是不是先用prepare付掉的? 我先付現金給他,我得到一個prepare,得到一個資產居住的權利 所以你要費用產生,我要還要不要再付現金 你現金打什麼付掉? 1月1號,而且一次付三個月 所以沒有理由再付現金 可是也不是負債,因為你現金早就付他了 所以你能用什麼? 用這個prepare rent 對,prepare rent 然後是一個資產 好,這是1月2號的調整 那再來,這個的調整呢 這條件就這個 這工作是兩個月嘛 兩千塊對不對 所以一個月是一千塊嘛 那現在誰要付給誰? 付費要付給我們嘛 所以我們叫remium 一個月一千塊,可以從1月5到1月31,就這幾個月 半個月 半個月 所以這個地方的remium 是500塊 有沒有收到現金? 沒有收到現金? 這樣可以嗎? 好,我要寫小一點 為什麼要寫小一點? 因為我這樣做給你們看你們會這樣 其實我們1月3號通通做 對不對? 然後再來2月分也要做喔 因為他這個會進到2月3月 好 好 所以 再來 這個 這個的EA15 3千6個 一個月的工作 對不對? 那是我們要付給別人的嘛 所以我們要付給別人 所以從EA15到1月31 是別人幫我們做嘛 所以等於是費用已經產生了嘛 1月3千6半個月多少? 1千8 我付現金沒 還沒付現金嘛 OK,老師我付現金 12月初要付現金 付多少現金? 3千6個現金啊 其中 還金1千8個負債 另外呢 另外呢 2月1號到2月15有多少費用? 你有的1千8 知道嗎? 像這筆記錄 是從1月15到1月30有半個月 半個月 一個月三千6半個月就1千8 往裡面付現金 而接著下個月2月15到了 我是不是要付3千6現金給別人? 那其中1千8是上個月欠的1千8 那另外一個是2月1號到2月15 整成1千8左右 它是一直推下去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到這裡嘛 那再來 我簽個合約 可以收到現金2千4百塊 所以1月2號收到現金2千4 可是事實上我還沒提供任何服務啊 所以在這邊的1月31號 從1月20到1月31號 就賺1分之1 然後這次兩個月2千4 一個月多少? 1千2 1千2 3分之1個月400 所以我這邊就會是400 提供400萬戶 所以這邊是我還清400塊的負債 因為你從20號到31號 是不是只有3分之1個月? 兩個月2千4 一個月是1千2 3分之1個月是400塊 那我就做了400塊的服務 我前面已經收到2千4的現金了 所以現在1月20 是不是收到2千4的現金最上面 可是我簽加2千4 可是現在呢 我提供了400塊的服務 最後我完全是400塊的負債 好 最後一個 這就是這個 1月25買的設備 然後25到31號 有6天 要不要寄折救 OK 這不必有機會 因為它不能太細 所以折救費用通常是 以月分在計算 所以25號到31號 使用小於半個月 25號才買進來 才用了6天 沒有超過15天 那這就不算折救 可是如果1月25號買進來呢 要算一整個月折救 1月15號買進來呢 也要算一整個月折救 它是小於0.5 就45度的意思 所以我說1月15號以前買進來 這個折救算一整個月 如果1月15號買進來 就乾脆這個月就不算折救 所以它這邊就不必算折救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完了嗎 還沒啦 我們要寄到1月份 所以我們1月份就可以 輸入支出就可以抓出來的 你把前面這些東西 前面上面都沒有輸入支出 輸入支出在這邊 所以輸入有多少 然後看到這輛的 這輛的15500 這輛的15500 這輛的6500 這輛的96300 那Eats procedural呢 是600